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可能会出现转机吗 美国总统川普跟法国总统马克宏 昨天在白宫进行双边会谈 会前他在谈到跟中国的贸易战士表示 双方将各派代表团护法 而美国财长努钦也将在几天之内赴北京进行贸易谈判 川普看好双方有很大的机会能达成协议 但他也做好了最坏准备 如果失败 美国将按计划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上周六 努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春季年会时表示 他正考虑前往北京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 隔天中国商务部也表示欢迎 并称已经收到美方希望磋商的讯息 中美两国同时释出善意 贸易战或许能就此化危机为转机 新闻时时报记者留心整理报道